只因国王在人群中 多看了一眼这个侍女 侍卫立马上前发出邀请 侍女心领神会来到国王请殿 下一秒就脱下了睡袍 他便是都多王朝第二位英格兰国王 著名的杀妻狂魔亨利八世 为了生儿子他一共娶了六任老婆 前妻们都没有好下场 可惜亨利到死也没能实现生儿子的愿望 亨利的第一任妻子便是阿拉贡的凯瑟琳 地位尊贵的双王之女 却因生不出儿子而亨利厌弃 最终还被关静修道院幽静致死 而花心的亨利则是见一个爱一个 这晚便在宴会上 看中了大臣托马斯柏林的女儿玛丽柏林 得知国王青睐 托马斯立马将好消息告诉女儿玛丽 让她把握住机会给家族带来权利与荣耀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刻 玛丽便被送进了亨利的寝殿 得知玛丽在法国宫廷住过两年时间 亨利迫不及待地想要体验一些法国礼仪 然而轻松到手的猎物总是容易让人厌倦 尝过了新鲜的亨利很快就将玛丽丢到了一边 这让老父亲托马斯心急如粉 不愿让快要到手的富贵从指缝中溜走 他立马找来另一个女儿安妮柏林 想让她接替玛丽爬上国王的龙床 为家族延续荣耀 野心勃勃的安妮柏林 绝不甘心只做一个小小的情愿 而父亲更是对她的这份野心了如指掌 在父亲的推波助篮下 安妮柏林很快便登上了历史舞台 在几天后的化妆舞会上 安妮扮演被囚禁的少女 而爱完的国王则扮演拯救少女的骑士 仅仅只是对视了一眼 安妮妩媚的眼神便勾走了亨利的魂魄 待到安妮摘下面具后 亨利更是直接沦陷 安妮略带侵略性的魅惑眼神 直接将亨利迷的神魂颠倒 他确信这便是自己下一个即将征服的猎物 而此刻角落里的托马斯看到这一幕 满意地将一袋金币交给舞会主时 这场精心安排的偶遇 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猎物还不得而知 很快亨利便召见了托马斯 以工作优秀为优策封他为加德爵士 并清点他为王室的财务主管 面对如此颇天的富贵 托马斯强忍笑意并感念陛下的恩德 然而亨利却是罪翁之意不在酒 托马斯微微一笑利马银和亨利 表示安妮不日就将入宫 成为王后身边的贴身侍女 亨利听后满意地会心一笑 与此同时 安妮为了顺利入宫 也与相恋多年的世人男友决绝分手 一切安排妥当 安妮顺利成为王后凯瑟琳的贴身侍女 也即将与国王亨利展开一场极限拉长 七岁小公主被迫与邻国小王子联姻 两人跨过长长的餐桌来到彼此面前 眼前这个嚣张霸气的小公主 便是日后鼎鼎大名的血腥玛丽 她的父亲是著名的杀气狂魔亨利八世 母亲则是尊贵的双王之女凯瑟琳 只是凯瑟琳虽贵为英格兰王后 却要忍受丈夫亨利的花心 身边的侍女无一个没有被亨利染指 而最近刚刚入宫的安妮柏琳 则是亨利近期要追捕的猎物 身为王后的侍女 安妮总是常常出现在亨利面前 用她妩媚的眼神 不经意地缭搏着亨利的心弦 而这一幕落入凯瑟琳的眼里 充满危机的第六感变得愈发强烈 安妮柏琳的身影 从此在亨利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甚至在最私密的梦境里 都在和安妮玩着追逐的游戏 她跟随着安妮的脚步来到房间 但安妮却欲据还迎关上了房门 当亨利再次打开那扇门后 她最想看到的画面映入眼帘 很久不曾做梦的亨利有些羞愧 甚至泼了一盆冷水 试图让自己清醒一点 随后亨利命令下人 取来几枚存放于国库的稀有宝石 竟全部送给了王后的侍女安妮 随后亨利便静静等待着 安妮来找自己谢恩顺便报答一下 结果却迟迟没有回应 直到这天侍从通报 侯吉的亨利本以为等到了安妮 结果却是另一个女人 帮安妮退回了珠宝 并附赠了一封信件 安妮表达了对陛下赠予昂贵珠宝的感谢 但也表示地位卑微的自己不堪相陪 随即安妮表示自己惶恐不已 此刻已经离宫返回老家 希望陛下能原谅她的不辞而别 安妮的一番极限推拉 成功为自己塑造了一番清纯白莲花的形象 更加将亨利迷得神魂颠倒 内心对安妮的渴望也愈发浓烈 此刻就连送到嘴边的美女也觉得不像了 主教沃尔西与安妮的父亲是死对头 自然不希望安妮成为国王的情人 眼见美人既不管用 主教便告诉亨利 安妮此前曾与人有过婚约 亨利听后立马找到安妮的诗人前男友 谁知安妮早就做好了万全准备 和前男友对好了口供 诗人表示只是自己单方面暗恋安妮 并且她还是有父之父 听到这番解释后 亨利又从诗人那里得到灵感 开始每天写诗给安妮表白 安妮柏林成功上位前 是如何将亨利八世死死拿捏的 首先将价值连城的珠宝 远峰不动地送还给国王亨利 还修书一封不告而别 急得亨利立马写封情书请求安妮回宫 随后安妮便将他的推拉分寸拿捏到了极致 看到安妮重新回宫 亨利顿时心情大好 不值钱地主动凑上去询问安妮 想立刻约他私下见面 然而安妮却转头和一个帅哥聊得火热 气得亨利垮着一张马脸 随后亨利便找到躲在角落的安妮 拉起他的小手 本来还好好的说着情话 亨利却掐住了安妮的脖子 质问刚刚与他调情的男人是谁 结果安妮却说那是他的哥哥 得知真相的亨利立马笑开了话 可还没等他得手 安妮又借口抽身离开 留下亨利一人独自在原地一游未尽 这次过后 亨利对安妮的爱意都不加掩饰 眼神更是一秒也离不开他 一旁的王后凯瑟琳看着只能是有苦说不出 一举五霸 安妮对亨利露出了俏皮可爱的笑容 激动的亨利立马献上热烈的掌声 接下来的日子里 两人一封封肉麻的情书往来 安妮有条不紊的按照计划进行 而亨利却被冲昏头脑越陷越深 这天哥哥再次拿起 亨利写给安妮的情书开始朗读 不得不说 亨利打开项链一看 里面正是安妮美丽的画像 此刻她对安妮的思念达到了顶峰 立刻快马加鞭赶到了安妮的住所 迫不及待地想要得到她的全部 亨利告诉安妮希望她能做自己唯一的情人 并发誓此后绝不移情别恋 还将为安妮授予爵位 让她此后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亨利开出了自以为最好的条件 却不知道安妮从不甘心只做个情人 安妮完美地利用 自己此前设立的清纯白莲花形象 告诉亨利自己要对未来的丈夫忠贞不语 言外之意就是告诉亨利 想要拥有她就必须要娶她为妻 安妮伯林的野心从来都不是当个小小情人 而是要成为英格兰的王后 在她处心几率步步为营的计划下 亨利对她的迷恋早已经无法自拔 鬼迷心窍的亨利 竟真的在当晚找到了王后凯瑟琳 她将自己没有儿子的原因 归罪于自己娶了王兄的遗孀 而且她怀疑凯瑟琳在嫁给自己之前 已经与王兄有过夫妻之时 所以凯瑟琳的儿子连连夭折 都是上天对她撒谎的惩罚 然而她虽然贵为英格兰国王 但没有教会的允许 这个婚也不是她想离就能离的 公主透过门缝偷窥 被侍卫健硕的身材撩得口干舌燥 内心早已心愿一马 于是公主便利用身份之辩 将侍卫叫到自己的船舱打开 随后只需一个眼神 侍女们纷纷拾去地离开房间 公主随即锁死了房门 回到侍卫的身边 身处密闭空间的孤男寡女 气氛瞬间变得无比暧昧 两人终是无法控制 开始用嘴巴打架 玛格丽特公主 身为英格兰国王亨利巴士的亲妹妹 风流程度自然不会逊色 然而此番美好的艳遇 却是发生在她前往葡萄牙联姻的途中 尝到了短暂的幸福后 玛格丽特终究还是来到了葡萄牙 不想要与她联姻的对象 竟是年近八十的茂蝶老人 要拄着拐杖才能艰难地走到她的面前 但即使如此 老国王还是仔细打量了一番玛格丽特 表达了自己的满意 随后话夸下海口 吓得玛格丽特直接晕倒了 即使一百个不愿意 但玛格丽特还是没有权力解除这场荒唐的怜姻 她披上白沙眼含热泪 在心爱男人的亲自护送下 嫁给了可以当她爷爷的老国王 也成为了葡萄牙的王后 结束了如葬礼一般死记的婚礼 更恐怖的还是接下来的洞房之夜 玛格丽特按照指示躺进被窝 然而床边正围满了围观的群众 都探着脑袋生怕错过好心 而行动不变的老国王 仅是上个床的功夫几乎用光了所有力气 随后床帘便被拉上 但围观的贵族们却始终不曾散去 直到帘子再次被拉开 大主教力马上前询问 荒诞的一切让玛格丽特不想去承受 但既已嫁过来也只能认命 然而当他得知 宋驾的侍卫完成了使命明日 就将启程回国 往后的一切都将只有他一人独自面对 这时心上人悄悄告诉了他一个道理 男人的话倒是帮马格丽特打开了思路 第二天一早 他站在窗边看着港口即将返回的船只 终于下定了决心 随后缓缓靠近沉睡的老国王 眼见四下无人便拿起枕头 让身体虚弱的丈夫提前归系 老国王的驾崩也宣告了联姻的结束 马格丽特也得以踏上了返回英格兰的船只 其实马格丽特的手段并不高明 满宫里的人都知道老国王的死予他脱不了干系 只不过新继位的国王早早地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自己不敢做的别人帮忙做 他也便不再追究还给马格丽特一个自由 而身陷爱河的马格丽特 在返回英格兰的途中就与查尔斯私自结婚 只因这一次他想为自己做主 然而这件事却让哥哥亨利震怒 只因在亨利看来 即使这任丈夫死了 他还可以为马格寻找下一任丈夫 再嫁一次为自己谋取利益 国王拿起汽干 准备撑干跳过一个臭水沟 结果 国王亨利在半米深的臭水沟里拼命扑腾 而岸上的伙伴们只顾着看笑话 可眼见半分钟过去 亨利依然还在沟里四脚朝天扑腾 是从察觉不对立马过去将国王捞起 在后背狠狠拍了一掌 这才让亨利吐出满嘴泥水开始正常呼吸 亨利八世怎么都想不到 自己竟险些因为一个臭水沟丧命 回想起刚刚的丢人 尴尬的亨利在床上直打滚 而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 也让亨利悟出了一些生命真谛 主教沃尔西的确有些不明白亨利此时的想法 但亨利却表示他当时害怕极了 如果他就这样死去 他甚至没能留下一个儿子继承自己的王位 都督王朝也会毁在自己的手里 经历了这一次意外之后 亨利更加坚定了要与王后凯瑟琳离婚的决心 他坚信只要离婚再续嫌安妮博林 安妮一定会为他生下一个合法的继承人 于是亨利正式向沃尔西下达了帮他离婚的任务 甚至绝情地剥夺了妻子凯瑟琳 抚养女儿玛丽公主长大的权利 在玛丽被带走前凯瑟琳来到女儿面前叮嘱她 女儿的确没有辜负母后的期望 成为日后的血腥玛丽一世 不过这都是后话 在送别了女儿后 凯瑟琳在宫中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 亨利与安妮已经开始毫不顾忌 两人在王宫里程双入对好似已经公开了恋情 让独自坐在王后之位上的凯瑟琳尴尬不已 然而正当亨利与安妮在舞池中央跳得开心时 一则突如其来的消息打破了气氛 原来此时罗马遭到了西班牙与德国的攻击 教皇已经被囚禁在圣天使堡中 而亨利的离婚必须要经过教皇的同意 一心想要获得更高权力的主教沃尔西此时告诉亨利 他将秘密召集各位书籍主教在巴黎开会 并说服主教们授予自己教皇的权利 这样一来离婚的事情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亨利听了十分满意 但安妮虽然在公开场合与亨利亲亲我我 身为王后的侍女她依然要履行自己的职责 安妮回到王后请垫斧侍王后 却在离开前被凯瑟琳教主 两个女人的命运因为国王亨利在此刻相会 而战争才刚刚开始打响 安妮静待好戏上演 野心勃勃的安妮柏林打扮华丽 在公开场合与国王初双入队 让身为王后的凯瑟琳无比尴尬 气得凯瑟琳晚上特意指定要安妮为她洗脚 但嚣张的安妮还戴上了一条奢华的项链 我会带这个 你给它给你 他的皇帝 你很贵 我没有狗 你的皇帝 我爱他的皇帝 我相信他爱我 而安妮却坚信她与亨利之间是真爱 但何快就到了考验两人感情的时刻 主教沃尔西匆匆从巴黎赶回 却并未带回教皇同意亨利离婚的好消息 他在巴黎召开的会议无一人参加 而罗马教皇也被释放 这也意味着离婚事宜只能暂缓 与此同时 一场名为汉热病的恶剂开始蔓延 当时的医疗根本没有治疗之法 病情快速扩散已经导致三千人死亡 吓得刚和安妮约会回来的亨利 立刻打开自己的宝藏药箱 将里面的小药丸全部吃了一遍 又开始命人在王宫内全面消毒 然而当前来送餐的侍从在面前晕倒 吓得亨利当场弹开三米远 立马逃离了王宫去城堡隔离 而此时安妮身边的侍女也感到了不适 然而安妮刚刚安慰几句 侍女就倒地不起 她也因此成了密接人员 得知了情况的亨利立马就要赶去看她 但却被主教阻止 毕竟亨利身为一国之君 更多的要为自己的健康考虑 这让无法陪伴在安妮身边的亨利感到深深自责 随后又立刻安排安妮离开王宫 然而途中安妮突感不是无法呼吸 虽然只有短暂的接触 安妮还是被传染了汗热病 吓得她下了马车开始徒步行走 不过也正是这一举动救回她一条性命 此前有医生表示 患上汗热病的人应该多多排汗 这样能够提高康复的可能性 而亨利为了健康也自然是日夜都在运动 运动完过后 亨利看着安妮的画像思念不止 结果却等来了安妮病重的消息 他立马派去自己的御医为安妮医治 然而御医给安妮看完后 却只跟父亲和哥哥说了声抱歉 让他们赶紧请牧师 父子二人绝望地相拥而弃 但野心勃勃的安妮 最终还是凭借着自己的意志战胜了病魔 许久之后 这场要了上万人性命的疾病终于过去 国王亨利在沉痛地祷告过后 快马加鞭赶到心爱的安妮身边 激动地抱着她转圈圈 感谢上帝将安妮留在了她的身边 两人的感情经历了考验 还不顾教皇的决定 已经开始畅想美好的世纪婚礼了 女人表示她的身上藏着一件宝贝 需要国王亨利亲自寻找 随后亨利便开始寻宝 然而好无聊思路地找了半天 安妮终于还是忍不住给了她透了体 亨利扯出断带 安妮在上面写着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 言外之意也是催促亨利 让她加快与王后凯瑟琳离婚的进程 然而罗马教皇却以安妮品行不端为由 拒绝了亨利八世的离婚申请 但其实是因为王后凯瑟琳身为双王之女 背靠着西班牙的势力 早已得到西班牙国王的权力支持 西班牙国王也已经上书教皇表达了他们的立场 即便亨利派去的律师 坚持表示安妮柏林是纯洁无瑕的 教皇还是要拖延离婚的进程 表示自己身体不便 派出一位年纪更大的红衣主教 去到英格兰了解情况 与主教沃尔西一同处理这起离婚案件 就这样 红衣主教劳伦佐来到英格兰与沃尔西会面 两人作为同僚自然也有一些交情 劳伦佐一来便向沃尔西摊牌了 他此行前来的目的是想要劝说国王放弃离婚 所有人都认为 亨利对安妮的热情会随着时间退却 到时候更是不需要走到离婚这一步 而沃尔西早已见到了亨利对安妮情跟身种 并且对离婚有着强烈的决心 他表示如果不批准国王亨利的离婚 教皇在英格兰的权威地位就将不保 如今德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脱离了罗马教廷 难以保证在英格兰不会发生同样的事情 于是两位红衣主教想出一个对策 那便是劝服凯瑟琳自愿放弃婚姻顿入空门 沃尔西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 立刻跪倒在王后面前恳请对方退位 往后余生去往修道院清修 凯瑟琳很是无语 劝告沃尔西不要有这样的痴心妄想 接着亨利又来到凯瑟琳面前 以两人的婚姻并不正当为由 告诉凯瑟琳他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是他选择自愿离婚 要么是他选择被亨利逼着离婚 但凯瑟琳的态度依然没有改变 深夜凯瑟琳找到主教劳伦佐祷告 他发誓自己与亨利哥哥的上一段婚姻 并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关系 自己在与亨利结婚时依然是纯洁无瑕的 此刻的凯瑟琳还是对自己的处境充满信心 他认为只要再拖一段时间 就能像以往一样让亨利对安妮失去兴致 但这一次他却是小瞧了亨利离婚的决心 最终 英格兰国王与王后还是来到了离婚审判的现场 亨利率先表示和哥哥的遗孀结婚 本就是违反上帝法律的事情 为此他的良心受到了极大的谴责 至于为何事到如今才提出离婚 全都是因为对凯瑟琳的爱 听到如此虚伪的发言 凯瑟琳也开始了他的反击 毕国王后为了不被离婚 直接跪倒在国王亨利面前 聪明的凯瑟琳开始打出感情牌 他表示自己只是这片疆土的一个陌生人 在这里他孤立无援甚至只有一个律师 他只能请求上帝以及全世界来为他作证 随后凯瑟琳便在众人的注视下 补补主教们的阻止离开了教堂 虽然被指责藐视法庭 但凯瑟琳却凭借刚刚一番肺腑之言 赢得了群众们的掌声 睿智的凯瑟琳成功让舆论站在了自己这边 而此时沃尔西看着亨利愤怒的眼神 深知如果不能将此事办好碎了亨利的心愿 自己的地位也将岌岌可危 于是他赶紧接着又召开了几次庭审 但凯瑟琳都态度坚硬拒不出席 沃尔西只好先想办法 坐视凯瑟琳与亚瑟王子的第一段婚姻是世事婚姻 便找来了当时在场的证人 证人表示新婚夜后的第二天早上 亚瑟王子曾跟他说过一句话 证人表示不仅如此 亚瑟王子还告诉他们 娶妻是一项很有趣的消遣 给予所有人证悟证 几乎可能判定凯瑟琳曾与亚瑟王子有过夫妻之事 沃尔西利玛又在私下找到凯瑟琳 再次劝说他主动退位离婚 但此刻的凯瑟琳也对主教毫不留情面 天真温柔的凯瑟琳 此刻还幻想着自己能挽回亨利的心 他向亨利保证自己在一起前是纯洁无瑕的 而亨利却彻底不装了 身为国王的情妇 却穿上象征的王权最尊贵的紫色 趾高气昂地出现在宫廷之中 全然不将王后放在眼里 安妮博琳见离婚进程缓慢 便在亨利的后院烧起了一把火 直接跟国王闹起了小脾气 安妮表达了自己对生儿育女的向往 但如今离婚迟迟无法取得胜利 到头来只会白白浪费她的大好青春 最后安妮已离开作为威胁 让本就着急上火的亨利更加心急如焚 于是亨利找到红衣主教给他们下了最后通牒 然而红衣主教此前刚刚收到教皇的密信 信中要求他将离婚案拖延到明年再说 在次日的离婚会议上 看着艰难行走的红衣主教 亨利还好心地服了一把 他本以为自己的威胁能够起到作用 但红衣主教最终还是遵循了教皇的指示 这一结果无疑让亨利怒火中烧 也将所有的原因归结于沃尔西的无能 权倾一时的沃尔西也至此失去了亨利的宠信 从未高权重的红衣主教 最终在安妮伯林以及他背后家族的一步步陷害下 被亨利判处叛国最关进了监狱 关键时刻 安妮送给了亨利一本宣传新教的书籍 书中认为教皇以及神职人员所拥有的自主权 恰恰与圣经相违背 而国王才应该是上帝在人世间的代表 于是亨利八世便成为历史上著名的 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 这场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 表面上的导火索是亨利八世与王后凯瑟琳的离婚案 实质上却是反映了王权与教权的斗争 1534年至尊法案的颁布 代表着英国教会在行政和经济上 彻底与罗马教廷断绝关系 此次运动让英格兰彻底摆脱了罗马教权的治骨 也巩固了日益强大的王权 大主教克兰麦接着宣布 亨利与凯瑟琳的婚姻无效 安妮柏琳也就此成功上位 女人身穿红色丝绒礼服 穿过众人注视的目光 来到国王亨利八世的面前 为了提高安妮柏琳在宫廷中的地位 亨利特授予她彭布罗克女侯爵的贵族头衔 赐予领地 每年还有十万英镑的零花钱 不仅如此 亨利还亲手为安妮加冕 将爵位兽状放入安妮的手中 一举一动都足以证明 安妮此刻在亨利心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安妮的家人跟着授意颇多 这样的状况也渐渐让安妮恃宠而交 她不满被废弃的王后凯瑟琳 依然住在王宫之中 而亨利为了哄安妮开心 决定带着她去行宫围猎 并下令废后凯瑟琳必须在此期间离开王宫 绝望的凯瑟琳 只能看着亨利与安妮开心的启程 绝情的亨利甚至连告别的机会都没有给她 至此尊贵的凯瑟琳离开了王宫 就算被赶出王宫 凯瑟琳依然还是人民心中敬重的王后 然而安妮柏琳虽然此刻得到了国王的偏爱 但却并未得到众人的认可 新任罗马教皇就想着要悄悄将安妮除掉 毕竟比起英格兰脱离罗马教权的控制 除掉一个小小妖女要划算得多 很快这个讯号便传到了安妮的面前 眼前的三张扑克牌暗藏着预言 但此时的安妮沉浸在上尉的喜悦中 根本没有将这样的恐吓放在眼里 次日亨利带她在雪地里散步 并在美景中告诉了她一个好消息 如此惊喜听得安妮脚下一软 她终于距离梦想越来越近了 不久后亨利便带着安妮一同出访法国 晚宴时亨利与法国国王愉快地签下了新的联盟条约 但紧接着法国国王就向亨利之前 因为她的王后和妹妹都出于某些原因不能来接见安妮 但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 安妮此刻的身份依然还只是国王的情妇 自然不待见她 而由于安妮之前作为陪嫁女官 在法国宫廷中生活过一段时间 法国国王对于她曾经的风流运势也略有耳闻 安妮便想让国王帮她保守秘密 其实法国国王也更支持安妮上尉 毕竟安妮与法国宫廷更加亲近 这对她而言也更有好处 只是最后国王作为朋友 给了安妮一个小小的忠告 不久之后 亨利任命了坎特伯里大主教 他不需要再对罗马教廷敬忠 只需要对上帝和国王效力 很快大主教便正式宣布 亨利与凯瑟琳的婚姻无效 1532年11月14日 亨利与安妮秘密举行了婚礼 而安妮也很快就有了身孕 为了让他们的婚姻 以及安妮肚子里的继承人合法 亨利要为安妮举办一场正式的加冕仪式 她是英国史上 第一个被送上段投胎的王后 野心勃勃的安妮柏林 此刻也是他加冕为 亨利八世第二任王后的荣耀现场 然而这时在临街的一个二楼窗口 正有一名杀手将枪口对准了他 杀手太过紧张 只打中了马车后跟随的侍从 而奏乐的声音也正好盖过了枪声 亨利和安妮还沉浸在喜悦的气氛当中 侍卫们立马将手上的侍从 拖到路边的看台下藏起来 安妮的父亲也立刻上前粉饰太平 他并未告知有人在暗中刺杀 只因他不想有任何事情 阻止到今天加冕仪式的顺利举行 而楼上的杀手换好子弹上堂子 准备再开一枪时 却发现马车已经离开他的视线 亨利与安妮安全地来到威斯米斯特教堂 加冕仪式也正式开始 大主教在走完一系列的流程后 准备为安妮加冕王冠 但这时却被亨利制止 等 与这个 职位的职位 我与职位的职位 亨利亲手为安妮加冕 不仅仅是出于对安妮的宠爱 也是在强调自己至高无上的王权 随后大主教将象征着权力的权杖交到安妮手中 仪式结束后 亨利这才得知了刚刚途中有人行刺的事情 而背后的主使 正是不同意亨利与安妮结婚 也不同意英格兰脱离罗马教廷的教皇 亨利为了让安妮安胎 特意对她隐瞒了刺杀之事 并关切地询问安妮对这一切是否满意 安妮喜不自胜的笑容说明了一切 唯一的瑕疵便是刚刚来围观致意的群众太少了 并且大家也没有对她心灵 但亨利很快就安抚好了安妮 晚宴上 安妮终于名正言顺地坐上了王后之位 接受着各位王公贵族的恭喜祝贺 她还将曾与亨利有过露水情缘的姐姐玛丽 接到了宫中与自己同住 此后安妮最重要的任务 便是顺利生下腹中的孩子 亨利也无比期待这个继承人的到来 安妮为了安心养胎 每晚都拒绝了亨利的盛情邀请 漫漫长夜不免让亨利觉得寂寞难耐 很快安妮身边一个长相清秀的世面 吸引了亨利的注意 但此刻的亨利还是顾及着安妮 抑制住了内心想要乱搞的冲动 很快 安妮的龙胎也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刻 王后正在艰难分明 床边围满了人为她加油补静 随着一声清脆的啼哭 日后的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降生了 然而当得知生下的是个女儿时 安妮柏林当场就哭了 另一边的国王亨利 正在大张旗鼓地准备举办庆典 庆祝她王位继承人的诞生 得知是个公主后 亨利立刻变脸 她做好心理建设来到安妮的请殿 甚至不想看刚出生的女儿一样 亨利愤然离去 当晚就将安妮身边的侍女叫进了卧室 安妮知道自己生下女儿让亨利大失所望 于是坐完月子 她便立刻想找亨利亲近 然而敏锐的安妮 却察觉出亨利对自己的热情大不如前 反而是与自己身旁的侍女眉目传情 自己步步为营逼走前往后的经过 还历历在目 安妮自然要比凯瑟林更加注意防范 很快侍女的房间 被搜出大量王后的珠宝首饰 在送走了侍女后 安妮又重新将亨利留在了身边 不久之后安妮再次怀孕 并在圣诞节当天 将这个好消息当作赠予亨利最好的礼物 然而怀孕自然是好事 但也意味着又将有好几个月 她将与亨利分房睡 安妮害怕上次的事情重蹈覆辙 父亲这时赶来开导她 表示身为国王的亨利 有这样的需求是很正常的 既然无法避免 那就要保证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内 安妮听懂了父亲的忠告 随即将目光转向一旁 作为侍女待在她身边的表妹玛格丽特 不久后安妮将表妹叫到面前聊天 询问表妹是否有众多的追求者 表妹笑着点头表示的确有很多 但却紧记着王后的教导 坚守自己的择偶标准 接着安妮又问道 如果众多追求者中还包括国王陛下 她又该如何应对 表妹吓得连连摇头 但安妮接下来的决定则让她更为震惊 就这样 安妮亲手将表妹送到亨利面前 即使她万般薪碎 但为了保住地位 她只能选择牺牲 只是她不曾想到 她一再的妥协 并没有换来一个圆满的结局 花心的国王只是在森林中散步 就撞见了一个绝世美女 藏在破步下的眼神更是妩媚 国王亨利被勾了魂 当场没忍住亲了上去 全然不顾一旁美女的丈夫 亨利不管是在哪里遇见了美女 最终的目的地都是她的寝殿 即使是废除发气凯瑟琳 娶了将她迷得神魂颠倒的安妮博琳 亨利依然没有改掉花心风流的本性 而在安妮第一胎生下了一个女儿后 更是失去了亨利的宠幸 后宫的阴阴艳艳 让再度怀孕的安妮十分不安 由于长期的猜疑和巨大的精神压力 竟让安妮在即将临盆之际腹痛难耐 指尖的一抹血色 更是让她直接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 安妮已经失去了腹中的孩子 而赶来的亨利不仅没有一句安慰 还下令要将此事保密 然而比亨利更过分的是安妮的父亲 她丝毫不关心女儿的身体 反而责备她到底做了什么导致流产 父亲警告安妮 一定要守住柏林家族满门的荣耀 但似乎却忘了 如今他们所得到的一切都是因为安妮 流产后的安妮让亨利更加失望 亨利更愿意和满屋子的美女玩耍 却不想来看安妮一眼 而安妮虽然已被加冕为英格兰王后 但却并未得到教皇的认可 民众们更是爱戴前王后凯瑟琳对安妮不满 安妮为了让更多人认可她的地位 决定从凯瑟琳的女儿玛丽公主入手 玛丽誓死要捍卫母亲的地位 绝不肯向安妮低头 霸气决绝的态度全然不识王室风范 但安妮却在一次次的打击后 精神状态变得十分不稳定 她害怕自己如果再不给亨利生下一个儿子 就会落得跟凯瑟琳一个下场 而且玛丽公主对她来说也是极大的威胁 只要玛丽还活着 就有可能会成为女王 但哥哥安慰安妮 亨利近日来正在修改继承法案 安妮如今已经知道了亨利性情多变 她所赐予的一切 不知道哪一天 可能会被她全部收回 而且安妮还有强烈的预感 玛丽的地位很有可能会在伊丽莎白之上 同样是亨利八世的女儿 一个众星捧月有七八个仆人伺候 一个婴生母被咽弃 甚至被剥夺了公主的封号 玛丽虽然与伊丽莎白住在一起 但却过得如仆人一般 然而这天照顾伊丽莎白的仆人失职 尚在摇篮中的婴儿哭得撕心裂肺 玛丽听得不忍 走过去抱起了同父异母的妹妹 小心翼翼地放在怀里安抚 或许是因为血缘的联系 伊丽莎白在玛丽的怀抱中不再哭泣 但仆人看到这一幕 却直接质问玛丽有何企图 随后一把抱过伊丽莎白 玛丽也只好甘大地离开 安妮为了明确女儿伊丽莎白的正统地位 向亨利提议 让墙堡中的伊丽莎白 与法兰西国王最小的儿子联姻定亲 亨利接受了安妮的建议 并表示很快就会召见法国大使 眼看亨利心情还不错安妮立马追问 很快 法兰西派出使臣来到英格兰 筹备此次两国的联姻事宜 然而使臣却称安妮为夫人而非陛下 也暗示着法国并不认可安妮的王后身份 在派对结束后 亨利准备与使臣详谈联姻的事宜 结果使臣却表示法国国王并不同意这门亲事 法国国王表示他心爱的儿子 应该赢取拥有合法地位的公主 但法王虽然拒绝了这门亲事 也同时提出了另一项联姻 使臣接着表示如果亨利不同意这项联姻 法国王子则将赢取罗马皇帝之女 这也意味着英格兰将彻底孤立于欧洲 受到威胁的亨利火冒三丈 而并不知情的安妮 由于刚刚看到亨利在派对上跟美女眉来眼去 还想要质问她到底养了多少个情缘 亨利警告安妮应该向凯瑟琳学习 对这样的事情闭上眼睛忍气吞声 而不是世事盘问咄咄逼人 愤然离开前 亨利告诉安妮 法国拒绝与伊丽莎白联姻 王后安妮打着太阳伞 与国王携手缓缓登场 今天的安妮洗上眉梢 只因她得知前任王后 阿拉贡的凯瑟琳已经病死在温莎城堡 安妮为凯瑟琳的死开心地转圈圈 她自认为不会再有任何任何事 能威胁到自己王后的宝座 却不知此刻亨利看向她的眼神里 已经没有了丝毫感情 阿拉贡的凯瑟琳在弥留之际 终于见到了她日思夜想的女儿玛丽 意识到自己大线将至 凯瑟琳交代了自己的身后事 最让她放心不下的还是她的女儿 还有那个狠心将她抛弃的丈夫 她用尽最后的力气 口述了一封交给亨利的绝笔信 阿拉贡的凯瑟琳 亨利看着信中恳切的文字 忍不住嚎啕大哭 大猪梯子永远只会在失去后 才会念及前王后的贤惠与美好 有了现任妻子安妮柏琳做对比 亨利愈发觉得自己做了错误的决定 不过对凯瑟琳的缅怀也并未持续多久 亨利在一次外出打猎时 机缘巧合地留在西魔家的城堡借宿一晚 也正是这个偶然的决定 让亨利再次体会到情窦初开的感觉 温柔美丽的珍西魔让亨利一见钟情 火速将她安排进攻 成为安妮王后的贴身侍女 看着相貌出众的珍西魔 安妮心中隐隐有些不安 但她却也无法违抗亨利的旨意 更没有想到 珍西魔将会成为她最强劲的情敌 而珍自然也是有备而来 西魔家将安妮曾经的上位之路 学习得淋漓尽致 哥哥告诫珍一定要守住自己的清白之身 为的就是来日取代安妮成为英格兰王后 进攻之后 亨利的眼神也是时刻追随着珍 这天才长毛鼻舞前 亨利刻意找到珍 珍丽玛取下绑在手上的丝带 亨利认为有了珍的信物 她一定能赢得比赛 却不想受伤坠马直接昏迷 由于头部受到重创 当时的医疗条件根本没有办法治疗 众人只能静静地在一旁祷告 祈求亨利能够苏醒 得知恶号的安妮 也立刻来到教堂前程的祷告 经过了两个小时的昏迷 亨利终于苏醒 而她第一时间拿出了珍送给她的丝带 亨利认为自己能过活下来 全凭珍的信物保佑 移情别恋的男人 已经全然不在乎 怀着身孕还在为她祈祷的妻子 为了表达感谢 亨利派人给珍送去了礼物和信件 然而珍却将安妮的手段 学得炉火纯青 礼物和信件被原封不动地送还 小小的细节又戳中了亨利 很快珍就被邀请到了亨利的书房 国王让侍女直接坐腿上 结果下一秒完后就闯了进来 安妮撞见了亨利的恋爱现场 她无法接受丈夫又一次的背叛 情绪也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亨利立马抱住她请她冷静 至少要为她腹中的孩子考虑 然而巨大的打击 还是让安妮又一次失去了孩子 不论安妮如何哀嚎 她也无法留住这个孩子 而得知消息的亨利更是愤怒不已 指责安妮又一次让她失去了儿子 损失之巨大简直令她难以言表 于是决定暂时不再见她 这番话更加刺痛了亨利 说了实话的安妮让她更加无法原谅 而经过太医的检查表明 泰儿已经显现出男性特征 但也有畸形的迹象 从这一点来看流产也不是最坏的结果 安妮接连流产让亨利开始相信传言 认为她曾经是受到安妮蛊惑 才结下这段婚姻 而被上帝不容使得他们不会有继承人 这让亨利再次动了休妻的念头 此时亨利身边动若关火的大臣克伦威尔 将自己的房间让给珍西摩居住 只因她的房间就在亨利的旁边 方便国王可以随时探访 而亨利谈起恋爱来还要效仿安妮的手段 送给珍西摩一条带有自己画像的项链 随后珍西摩便带着项链 来到安妮面前晃悠 安妮看到这熟悉的辽媚手段 气得一把薅下了项链 随后便找到克伦威尔 质问她为何要跟自己作对 然而安妮却没有意识到 树敌颇多的她才是真正的危在旦夕了 亨利收到秘密举报 有人指控王后安妮对她不忠 亨利便与克伦威尔开始了一场巨大的计划 她先将珍西摩送出宫廷让她静候佳音 随后克伦威尔便开始四处搜寻安妮的罪证 先后传唤了王后的侍女 以及经常出入王后房间的男士 得不到想要的答案 克伦威尔便用上最残酷的刑法 直到问出她想要的答案为止 而侍女马格的一个答案 还给了她们一个意外的惊喜 女人发现丈夫对自己不感兴趣 是因为她只对男人感兴趣 她本想告诉丈夫的妹妹安妮王后 自己做了同妻有多痛苦 但安妮却并不相信 嫂子的这番话直接惹怒了安妮 而怀恨在心的嫂子 却在接受审问时开始报复 很快 安妮的哥哥乔治就被捕入狱 但不论克伦威尔如何询问 乔治自然不会承认这项莫须有的指控 就如经常出入王后寝殿的马克一样 他们与安妮之间是清清白白的 毕竟他们两人才是情侣关系 乔治告诉克伦威尔 这一切都是有人在蓄意构陷 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柏林家族万劫不复 但即使乔治所说句句属实也无济于事 克伦威尔为了坐视安妮通奸的罪名 甚至找到了安插在安妮身边的杀手金士官 男人当即承认与王后有不当关系 快到克伦威尔都有些不敢相信 身边的人一个个被带走 安妮隐约有些不安 她带着伊丽莎白公主找到亨利求情 却不知亨利此时已经恨透了她 她知道安妮一直在欺骗她 也知道是她的父亲和哥哥安排了这一切 但归根结底还是激情退去 责怪她没能为自己生下儿子 1536年5月2日 安妮以通奸罪被捕入狱 昨日还高高在上的安妮王后 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直到被带到伦敦塔前 安妮这才回过神来脚下一软 但生性要强的她最终还是自己站起来 一步步走进囚禁她的伦敦塔内 由于贪生怕死的父亲根本不管儿女的死活 一股脑将所有的事情都推到安妮和乔治头上 导致乔治很快便被送上了断头台 安妮趴在窗前眼睁睁地看着哥哥惨死 心如刀脚哭得撕心裂肺 心如死灰的安妮也在第二天 等到了她的审判结果 她的罪名成立将被处以斩首之行 亨利还特意从法国请来了一位有名的刽子手 为安妮行刑 王后在苍白的脸颊上点缀胭脂 这是安妮面对死亡的仪式感 将尊严与骄傲守护至最后一刻 做好一切准备迎接死亡的降临 但却一次次等来了刑期延后的通知 由爱转恨的男人 到了最后一刻还要给她无尽的折磨 亨利将行刑时间 从九点拖延到十二点再到第二天 只是为了让安妮在等待死亡的过程中备受煎熬 但绝望的女人似乎是为了安慰自己 将延期的旨意理解为国王的心软 幻想这一切还有一丝回旋的余地 但大臣的沉默还是将安妮心中最后的希望浇灭 亨利联合克伦威尔 给安妮柏林安上了一个不忠的罪名 转而还痛恨着这份不忠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安妮未能给她生下儿子 亨利看向窗外在湖中畅游的天鹅 洁白无暇优雅又美丽 他们一生只有一个伴侣 也象征着忠贞不渝 但亨利却命远将天鹅做成蛋糕 美丽的事物终将被她得到最后也被摧毁 对安妮从爱到恨到最后的置入网 亨利在一番折磨后终于决定放过彼此 大臣交给安妮一个装有20磅的钱包 这将用来支付刽子手的服务 随后安妮便一步步走出伦敦塔 走向断头台 一路上围满了前来看戏的群众 甚至超过了她加冕王后时的人数 不免让人唏嘘 安妮决绝地走上断头台迎接自己最后的命运 Good Christian people, I have come here to die according to the law and thus yield myself to the will of the king, my lord I pray and beseech you all to pray for the life of the king My sovereign lord and yours who is one of the best princes on the face of the earth who has always treated me so well wherefore I submit to death with a good will 随后安妮吞下华服 摘下华柜的手势 亲手将砍头的费用交给刽子手 记得当初安妮在加冕王后时 没有人向她行礼致敬 但此刻众人纷纷跪下表达了心中的敬意 1536年5月19日 这个历史上最富盛名的女人之一 迎来了她悲惨的结局 尽管证据不足 安妮柏林还是以通奸、叛国等18项罪名 被斩首处决 由于亨利对安妮恨之入骨 甚至在砍下她的脑袋后还公开展示了一段时间 之后也是被草草埋葬 而在安妮被处死后的第二天 亨利便火速与真希摩订婚 并在十天后正式举行婚礼 真希摩也成为了亨利八世的第三任王后 而年仅二岁八个月的伊丽莎白 也因亨利八世与安妮柏林的婚姻被判无效 沦为私生子被赶出王宫 安妮柏林的一生令人唏嘘 曾经亨利为了得到她追求了八年之久 最终还是因为生不出儿子被送上断头台 她的存在给都多王朝制造了一场风暴 她与亨利的婚姻 推动了英国的宗教改革 也永远地改变了英国的历史 而她的女儿伊丽莎白也没有辜负期待 成为了日后的童贞女王 也是都多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 伊丽莎白一世所统治的时期 在英国历史上被称为黄金时代